老舍的自由全在写作里 他喜欢拿文牛写家自愈 无法忍受没了写作的现在与自由 他大趣地说 连写史诗的河马都有打盹的时候 自己不敢保证一辈子都写得好 他是那种保定为文艺而生 以为文艺而死的纯净文人 心甘情愿自取精神思想上的烦恼 他管这叫大鱼 到今天老舍的幽默非但没过时 且具有恒久的妙趣魅力 他不是那种刷醉皮子 卖弄搞笑的作家 他是真正有才华 有思想 又精通写作之道的语言大师 这一点顶重要 如果安叔写作之道 思想财华会憋在肚子里烂掉 无人知晓 让我们一同来欣赏 老舍的散文 文牛 干哪一行的总保佑哪一行不好 在这个年月能在银行里 大小有个事总该满意了 可是我的在银行做事的朋友们 当和我闲聊起来 没有一个不觉得委屈的 真的 我几乎没有见过一个满意 跨赠他的职业的 我想世界上也许有几位 满意于他们的职业的人 而这几位人必定是英雄好汉 拿破仑 牛顿 爱因斯坦 罗斯福 大概都不抱怨 他们的行业没意思 虽然不自居 拿破仑与牛顿 我自己可是一向满意我的职业 我的职业多么自由啊 我用不着天天按时候上课 或上公事房 我不必等七天才到星期日 只要我愿意 我可连着有一个星期的星期日 我的资本很小 只莫比燕而已 我的生活 可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 白天睡 晚上醒着也好 昼夜都不睡 也可以 一日三餐也好 八餐也好 反正我是在自己的屋里操作 别人也不能敲门进来 禁止我把脚放在桌子上 专凭这一点自由 我就不能不满意我的职业 况且写得好吧逮吧 大致都能卖出去 喝粥不成问题 倒也逍遥自在 虽然因此而把嫉妒我的先生们鼻子起歪 我也没法子 带他们搬征 可是 在近几个月来 也不知怎么 我也失去了自信 而时时不满意我的职业了 这师兄是急 且不去管 我只觉得 不大是味 心里很不好过 我的职业是写 只要能写 就万事横通 可是 近来我写不上来了 问题严重得很 我不晓得 生了娃娃而没有奶的母亲怎样痛苦 我可是晓得 我比她更痛苦 没有奶 她可以雇乳娘 或买单乳粉 我没有这些便利 写不出就是写不出 找不到代替品与代替的人 天天能写一点 确实能觉得很自由自在 赶上一点也写不出来的时节呀 哈哈 你便变成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你的自由 闲在 正是对你的刑法 你一分钟一分钟 无结果的度过 也就每分钟都坐如针毡 你不但失去了工作与报酬 你简直失去了 你自己 一夏天除了阴雨 我的卧室 兼客厅 兼饭厅 兼御室 兼书房的书房 热得老像一只大火炉 夜间一点钟以后 我才能勉强地进去睡 睡不到四个小时 我就必须起来 好趁早凉 工作一会儿 一过五 屋内既又成了烤炉 一夏天 我没有睡足 睡不足 写的也就不多 一拿笔 就觉得困难 我很着急 但是想不出办法 进云山上 必定凉快 谁去得起呢 如秋 我本想要好好工作一番 可是天又没 纸烟的价钱 好像疯了似的往上涨 只好戒烟 我曾经声明过 先上吊 后戒烟 已是致死不戒烟的决心 现在自己打了嘴巴 最坏的烟卖到一百元一包 我没法不陷戒烟 以延缓上吊之期了 人都惜命啊 没有烟 我只会流汗 一个字也写不出 戒烟 就是自己跟自己摔跤 我怎能写字呢 半个月 没写出一个字 烟瘾烧杀 又打摆子 本来贫血 摆子是血更贫 于是 头又昏起来 不留神 猛一抬头 或猛一低头 眼前就黑那么一下 老实人有 又要停电之感 每天早上 总盼着头部大昏 兴儿真的比较清爽 我就赶快的 高高兴兴的去研磨 期望今天 一下子就能写出两三千字了 磨研好了 笔也拿在手中 也不知怎么的 头中轰着一下 生命成了空白 什么也没有了 出了一点轻微的 嗡嗡的响声 这一阵好不容易过去了 脑中开始抽着疼 心中烦躁的 又狂喊几声 只好把笔放下 闻人脚械 一天如此 两天如此 忍心的 耐性的 敷衍自己 明天会好些的 第三天还是如此 我开始觉得 我完了 放下笔 我不会干别的 是的 我晓得我应当休息 并且应当吃点 补血的东西 豆腐 猪肝 猪脑 菠菜 红萝卜等 但是 这年月 谁休息得起呢 紧写慢写 还写不出香烟前 怎能休息呢 至于补品 竹竿 其实好惹的东西 而豆腐 又一件 双眉 就是菠菜 也不便宜啊 如此说来 理应赶快服点药 使身体从速好起来 可是西药贵如今 而中药 又无特效 怎么办呢 到了这半地步 我不能不后悔当初 为什么单单选择 这一门职业了 唱徐生的 裂了嗓子 唱花旦的 毁了面容 大概都会明白我的苦痛 这苦痛 是来自希望与失望的相处 天天希望 天天失望 而生命 就那么一天天的 白白的摆过去 摆向绝望 与毁灭 最痛苦是接到朋友 争告的心寒的世界 朋友 不仅拿你当个友人 而且是认为 你是会写点什么的人 可是 须向朋友们道歉 你还是你 你也已经不是你 你已经不能够做了 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牛奶 可是 文人的身体 并不和牛一样壮 怎么办呢 青年朋友们 假设你没有变成 一头牛的把握 请不要干 我这一孩儿吧 当你写不出字来的时候 你比谁的苦痛 都更大 我是永不怨天尤人的人 今天 我只后悔 自己选错了职业 完全是自己的事 与别人 毫不相干 我后悔做了写家的 正如我后悔 没做生意 或税利一样 假如我起初 就做着囤积居旗 远中拿钱的事 我现在岂不正 兴高采烈的自情 虔诚远大吗 啊 青年朋友们 尽是你健壮如牛 也还要细想一想 再决定吧 既在此处 牛恐怕是 永远没有希望的动物 管你 和我一样的 不怨天尤人 我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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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怨天尤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